好 那麼我們現在呢要跟大家介紹這個去背的服務 我要問一下大家 你有沒有用過Photoshop 有的可能有用過 請問Photoshop你會不會去背 有很多工具可以用對不對 那我們為什麼要去背 我給各位看一下我們下下禮拜要講的東西好不好 這裡 因為我們下下個禮拜要介紹這種簡報的方法 簡報大家平常都用PowerPoint嘛 用久了 不覺得好像用到快爛掉了 偶爾要換一下口味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簡報也可以這樣做 很不一樣嘛 對不對 可以滑來滑去的 有點類似新製圖的感覺 那這個重點在於說 今天你可以像這樣用 那我剛剛呢 會在網路上比如說像我剛剛在介紹這裡的時候 我有去網路上是不是有找了幾張這種圖 這應該不是我們家的產品所以我不可能自己生產 但是你找的圖有沒有剛好就是這種背景顏色的 應該很少吧 所以要不要自己先去掉 去掉之後再來放還是你覺得有一個白白的底 在那邊好看嗎 可不可以 那這種東西如果你用Photoshop當然你會的是很好 你可以在裡面用他的工具去做 可是如果你今天用Photoshop 他雖然也有類似的 但是效果就比較差 Photoshop也有類似的工具 那麼現在這個呢 是你介紹的這個呢 是你連軟體都不用的 因為他就是一個線上服務 就是一個線上服務 所以我們先來幫各位找看看 你想要找什麼樣的圖片呢 我們來找一下 來 我們來找找看 各位想要找什麼 找學校的嗎 好 我們Logo 這裡有一張 請問這一張 這一張已經去背好不用 因為這PNG的 你如果看那個圖的時候 有發現這裡有沒有 是有這種 好像馬賽克這種 這種賽車格 那個就是去背的 所以這個是OK的 這裡 我拿這一張好不好 可以啦 這一張我還 查看原始檔 是我們校門口的 好我直接把它存下來 好 那麼現在呢 待會兒呢 進到這個網址 各位可以看一下 這個網址在這邊 ClippingMagic.com 這樣看得到嗎 再大一點 這樣有看到齁 其實你看我們那簡報裡面都有啦 你簡報打開裡面就可以看到了 ClippingMagic.com 好你進來了之後呢 你把那一張丟進來就好了 或者你直接瀏覽 那我現在呢 就從這邊 找到剛剛那一張 在這裡 你就按著丟上來 或者從右手邊選都可以 那他右手邊這邊會先告訴你大概他怎麼用 好進來了 那左邊是圓圖 右邊是那個齁 那我們就把上面的那個天空那邊去掉吧 對不對簡單的齁 好那麼您先看一下在上面這裡 有沒有看到他有幾個工具 一個就是這個是要的 這個是不要的 這個是畫錯的插調 然後呢這個是平移一下 就是那個移動一下你的圖片 因為有時候比較大張嘛 比較大張 那這個呢就是筆刷的大小 筆刷大小 他的筆刷大小如果你覺得太大 你最小是10 最大是40 那 undo redo 放大進這個應該都沒問題 工具很簡單 那我們現在呢 要的 用這個網站的話麻煩各位 不要太認真 很少人上課是叫你不認真的對不對 因為你真的不用太認真的話 他就幫你做好了 你太認真的話他反而做不出來 所以我先不太認真 來哪裡是我要的 這裡是我要的 對不對 我就大概塗一塗就好 這樣可以 好 那哪邊是不要的 上面這裡是不要的 所以我按減 按減 好 唉 唉呦 唉 這裡顏色怎麼沒變 你們用IE也一樣嗎 應該不會啊 應該會變簡號 我用Google的瀏覽一下 好 來給你看一下 我之前也用過幾個 像這個可樂瓶啊 像這樣啊 這個都可以去備喔 那他預設的話幫你曾經做過的 他幫你記錄在你的電腦裡面 所以你會發現下次進來會看到喔 有沒有發現這樣有拿出來 對不對 那所以呢這個其實還蠻好玩的喔 你可以回頭 好我把剛剛那個 再丟進來一下 好 重新穿一下 應該網站速度不會太慢啦 應該還好喔 OK 那這個 一樣我要的地方你就塗一塗 簡單的把它塗一塗 好不要的 應該會像這樣變紅色有沒有 你有沒有發現我們在畫他就順便把我們再抓了 所以我說你不用太認真 你太認真 他不知道怎麼做 你看一下右手邊 有沒有上面就去掉了 有沒有比Photoshop快一點點 如果你會Photoshop的 他有點類似那個Photoshop的快速選舉工具 但是在精準度上似乎又比他高一點點 當然他不是要給你做那種非常精準 像什麼頭髮啊那些 那個就不適合他 但是他在基本的這些都OK 那麼下面這邊如果你也不要的 比如說馬路啊 你這邊你不想要啊對不對 你就把它畫一畫吧 看你要畫到多少 好那萬一像這種情形太多了 沒有關係 你再把它補回來 你告訴他我這裡也要 有沒有先就慢慢補回來了 對不對 好那這個對我們來講就是一個什麼 很好的一個工具 那麼不管您以後是用在影像處理上 還是用在簡報上 這個文件裡面都很好用 因為去背了之後 你的合成才會漂亮 才會漂亮 所以這個其實效果應該還可以 當然我們拿這個比較不是那麼適合 因為校園下面這個 柏油路的話 他的這個面積比較不是那麼好 好那如果你確定沒問題的話 你可以按這邊下載 他會變成什麼 PNG 這種格式叫PNG 那PNG跟我們一般大家常用的JPG 有什麼不一樣 JPG是不能變透明的 好不能變透明 這個 這個可樂瓶 可樂瓶你現在看到他 你有沒有發現我在這邊 這裡事實上是有點陰影 有沒有 在這裡 這個地方是不是有點陰影 如果你希望他有留下來的話 其實在我們在右手邊這裡 有沒有發現這裡有留一點點 這個地方 對不對 有留一點點下來 那這個呢你把按儲存 存下來之後 他就是一個PNG檔案 好我把它存下來 那這個時候呢 你拿到簡報裡面來的話 比如說我拿到這邊 你可以看一下 這裡 好我如果把它丟到這邊來 有沒有發現 有沒有發現 我們拿進來 可樂瓶就是可樂瓶 沒有那些其他的 簡單嘛 你看線上的工具 你慢慢會發現說 其實現在有一些什麼 線上服務 已經慢慢可以取代 我們所有的軟體 因為現在網路的運算 server端的雲端運算 越來越成熟 這個是給大家參考一下 那我們就先到這邊 先休息一下囉 好不好 好